今天是小六离校考试口试环节的第一天 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教育部加强口试的防疫措施 所有的小六考生和考官都必须要戴着口罩 有别于去年无需戴口罩的规定 受访家长纷纷提醒孩子要放大声量 也有补习中心教导学生如何应付心理压力 来看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考虑到并非所有小六学生都接种了冠病疫苗 以及新变种毒株的出现 教育部和考试与评鉴局规定 所有小六会考考生都必须戴着口罩 并保持安全距离 考生也能要求同样戴着口罩的考官 重复他们的问题或提高声量 考生不会因此被扣分 考官也能要求考生提高声量 并会将考生需佩戴口罩的特殊情况列入考量 受访家长表示 担心孩子戴着口罩而影响声量和发音 之前其实在学校的预考 不是有prelims吗 他们也是尝试用口罩来做口试 今天早上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尽量就放声地做你的朗读 也有补习中心今年特别教导 如何克服心理压力 帮助学生在疫情下应对口试 如果他们听不清楚考官所问的问题的话 就可以叫考官重复一下 也提醒他们需要勇敢地讲出他们的答案 这样的话考官也可以听到他们更清楚 考试与评鉴局授寻时指出 为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小六会考考试分成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进行 清传媒新闻记者李渔化报道